提醒大家今天是一个封面报道 东北季风慢慢增强的过程 请大家注意这个天气变化了 透过亚洲云语图提醒大家 这个封面系统会慢慢逐渐接近我们 其实在中北部开始 其实上午云量就会陆续增多了 大概9点10点左右 基隆北海岸会首先有感 因为会开始下雨了 而中午左右封面开始通过了 台湾附近上空 到时候整个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 降雨也会开始明显 但幸好这波雨是 大概只下到今天的傍晚 大概顶多到今天晚上 这个雨不会太多 但还是要注意了这个天气变化 因为这个封面通过之后 整个东北季风南下 到时候带来干冷的空气 整个周五到周日 都是一个干冷的天气形态 将迎来今年首波的大陆冷气团 到时候会冷得蛮有感的 只是到底会有多冷 透过这个气温的图卡提醒您 因为今天最低温是出现在花莲鲤鱼潭 16.2度 而现在8点多的时间 台北还有基隆 大概都有21度上下 有些地方甚至23 24度 南台湾已经来到了29度 但要特别注意 因为下半天就要转凉了 而今天看到的是平均温度 低温可能15 17 19度 但这低温基本上会出现在今天晚上 因为下半天就要变天了 至于明天会更有感 因为明天的北部白天高温 大概只剩下18 19度 今天还有机会来到23度 另外华东地区 大概也只有21 22度的高温 中南部这一回也会有感受到凉意 因为中部的高温大概是22度 南台湾24 25度 至于最冷时间点 大概是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清晨 其实礼拜六清晨礼拜天清晨 都会蛮凉冷的 因为不受冷却效应加成之下 中部北部市区的低温是23度 达到了大陆冷气团等级 空旷地方恐怕会低到1到2度 所以不排除只有10度 到时候也可能会发布低温特曝 最终南部低温大概只有14 15度 局部低温12到14度 这个寒冷的感受会非常明显 所以早出晚归 务必要做好保暖 目前看起来冷空气 会持续到礼拜天 礼拜天上半天 白天气温就会慢慢回升 但回升的幅度其实不太大 要持续关注 恐怕要到礼拜一 才会比较有这个回升的感受了 只是除了这个降温之外 来看看降雨的部分 幸好降雨这波不太明显 目前看看雷达回坡图 其实这个雷雨包都还在海面上 但要注意了 这个封面慢慢接近我们的时候 基隆北海岸就会开始出现降雨 以及整个中部以北 在中午过后 雨也会开始慢慢出现 但幸好这个雨是 大概是在今天方管 到晚上就会结束了 所以影响的感受 其实没有那么大 接下来就是要注意 冷的天气变化了 所以接下来 带您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趋势 首先北台湾的部分 今天北台湾的高温 还有机会来到22 23度 但来看看 接下来温度就要一路流滑梯了 高温只剩下18度左右 甚至低温 不排除下滩只有10度 而在中台湾的部分 中台湾今天还是有机会看到 阳光露脸 高温26 27度 但同样温度 从明天开始也会下滑 低温14 15度 而高温也在20度上下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今天天气看起来 还是蛮不错的 但要注意了 接下来虽然高温 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大概25 26度 但是低温 有些地方是不到20度 至于在东台湾的部分 因为东台湾今天 还是有些零星降雨 所以今天的高温 大概只有23度 接下来温度也会有明显的变化 低温大概14 15度 这是平均低温 而高温的部分 大概也只有19到20度 所以要再次提醒您 冷气团要报到了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接下来 先点击 快点 快点 点击 点击 打扰 住 那么 心意 你 我 到